莫其腎臟病的一個選擇 莫其腎臟病的一個選擇 除了我們熟知的所謂的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 另外一個可以提供選擇的就是腎臟移植這個部分 腎臟移植對於莫其腎臟病的病聯 是一個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治療的選項 我擔心的各種腎臟移植的這種疏後的併發症都會有 只要密切的追蹤 然後在有經驗的腎臟移植照顧的醫生之下 我想對於病人的各種的狀況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國家的一個規定是這個五等金之內 有醫院就可以做所謂的活體器官腎臟移植的手術 那種到一些血型不一樣啊 或是一些可能免疫之間存有這個可能排斥的風險 我想在目前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是可以做這個所謂的血型不相容的腎臟移植 它的長期存活率跟血型一樣的話 它並沒有比較差 目前台灣腎臟移植病人長期的存活率而言 與歐美日先進國家來做比較 台灣目前腎臟移植病人長期的存活率 大概達到九成以上 那我想這樣的成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也提供給目前腎臟病人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一個選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